有运动习惯,年收入高出54万 这数据太有趣了 怎么了 就英国有项调查 说从小有规律运动 长大后年收入 一小时候没有运动 长大后收入多出约新台币54万元 哇,怎么可能差这么多啊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啊 公司内平时有运动习惯的员工 在工作表现也真的比较出色 而且懂得跟别人沟通 也比较重视团队合作 对于时间管理,抗压性也比较强 这和平时运动会刺激分泌脑内马飞 面对压力也较能正面看待 真的耶 我们公司内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同事 平时还真的很喜欢运动 小英啊 你平时不是喜欢玩铁人三项吗 怎么了 那你就要发了 这个研究说固定从事铁人三项 年收入可到216万最高 其次是自行车、发船、曲棍球、足球 哈哈,那棒球及篮球呢 重点这是英国调查 难怪在台湾只能拧22k 不试用啦